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6个字母里面 跟M有点接近 在P的附近 知道 对 就是N N就是这个胶连密度 所以你们未来只要看到那个polymer polymer它是胶连的话 一切的关键就在这个 在N N可以决定它主要的property 就是胶连最主要的这个公式 所以Yan's modulus的话 那个本来的话公式是在这里 就是上次我们可以说stress可以用这个公式 就是stress跟这个strain的关系是这个 但是我们就可以换算成这个用modulus 所以它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那公式在这里 这个上礼拜最后的时候有讲过 可以用这个来一换 就是Yan's modulus跟stress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换成Yan's modulus是这样子 那呢我把它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呢我们的stress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nRT nRT 这个alpha 减掉alpha的因方分之一 所以关键就在这个 然后呢 所以它的那个Yan's modulus就等于什么 就是说3nRT 所以它3nRT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是nRT嘛 好那这是3nRT 所以就是一切都是 它的那个Yan's modulus 就是那个软硬程度 软硬程度 就是大概 那什么样就是软硬程度呢 像什么东西的modulus 你大概可以感觉就比较刚硬 譬如说像这一条橡皮筋有没有 好 那个很容易就拉开 所以这个modulus就比较小 那另外这条橡皮筋呢 拉不起来 modulus很大 好 还是因为我私利太小的关系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 所以你就知道关键在这个concentration 就是它的这个胶帘密度 胶帘密度 那胶帘密度的话呢 另外我们也可以知道shear modulus 就是当我们戳这个材料的时候 它的modulus 我们这几个图出现好几次 就是shear modulus 就是我们有个shear stress 就是剪切力的时候 它来剪切应变之间的 这一个参数我们叫g g叫shear modulus 那shear modulus 它有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它可以用possom ratio 就可以去计算 它跟modulus的关系 g跟1的关系 所以呢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个 叫g等于nrt 那上礼拜其实上课结束的时候 有个同学来问 他就说 那这个 这个什么e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再提一次 就是上次我们有这个一个材料 你加热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y轴呢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modulus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说在过tg的时候 它会大概掉1000倍 对不对 所以tg的时候掉1000倍 然后它如果是焦链的话干嘛 它最后就不会 不会这样掉下来 它就一直维持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什么叫1等于那个 就是比如说这一条高分子的话 它最后平衡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它1就等于3nrt 所以就是最后它这个3nrt 那如果我今天有一根橡皮筋 它的modulus比较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里面焦链密度很大 就是它这个里面很多的这个焦链的这个点 那它应该就是哪一条线 比如说我有一条橡皮筋 非常的刚硬 所以我们一样让它这个加热以后 所以你看它modulus的变化 对不对 这是温度 那这一题应该非常容易吧 我有一条橡皮筋 这是原来那一条 有一条比较刚硬的橡皮筋 所以它这个加热的时候 modulus应该是怎么样 假设它原来也在这里 原来还没加热前也在这里 加热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那非常正确 那当然它这个不一定会follow这个路线 但是我们重点就是它最后平衡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 所以这个值是干嘛 当然这个我们用log 但是这个值有没有 就是个n层正比 所以你就知道你最后就是控制它最后平衡的时候的那个 就是你一加热的时候 它就一直维持在它那个modulus 所以这个对材料的控制非常重要 但是一切关键就在这个小n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举例来讲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一题非常的客气 客气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题目就知道 这简直是个好人 通常好老师都会出这种题目 那我决定出这一题了 就有一天有一个这个elastom elastom我们就说跟那个 那个就是通用 就是橡胶 跟Robert通用 它本来是0.1公分乘0.1公分乘10公分 是不是很像一个橡皮筋啊 这一条把它弄断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橡皮筋把它拉长多少 拉长到25公分 长 那我这要再次提醒 因为往年还是竟然还会有同学 类似做这种题目错了 他譬如说 0.1乘0.1乘到10了 最后拉到25了 后来竟然有人用25去除这0.1 所以每年都会有出现一两个 我有点就是说橡皮筋嘛 对不对 拉的时候当然是长边这个10拉到25 那计算的时候大家就把25除以0.1 你知道 我们就可以计算它 所以就是等于大概是你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拉长到25 所以25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 就alpha alpha就是它的extension ratio 拉的这个长度 然后呢 我们就是拉这么长的时候需要多少 多少的力 所以它有一个stress 叫2乘10的七次方 这个达1每平方公分 然后这就可以知道它的concentration 所以你看 你一根橡皮筋 你把它拉到多少长度 拉了2.5倍长 然后它所需要的stress 很简单 没有其他公式 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就用这个公式 那我们基本上呢 因为它本来是RI R0跟RI 就是本来stress圈圈根之后 那我们说大部分这个是 我们可以假设是一样的 然后呢 它这个延伸的长度 就是后来的长度叫做L 那除以原来长度 25除以10 就是2.5 然后把这个公式再转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只是稍微转一下这个 换个方向 就可以变成这个 3.34乘以10的固式子方 所以你可以预测 有没有 你这个把它 那个 拉长多少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但是这一题为什么我说非常的客气 这个简直是太低估各位的 应该要干嘛 譬如说 他应该出一题叫做 譬如说上面一模一样 然后呢 stress 然后问题但是不要问这个 不要问 the concentration 你要问说 那我今天假如 把它拉到 譬如说 72公分的时候 它的stress是多少 整个搞混 我觉得 应该要问这个才对 譬如说我把它拉长到 72公分的时候 它stress是多少 那一切的关键就是什么 就是先要你算出n啦 你看这一题是非常客气 焦帘密度 所以一个橡皮筋最关键就是它的焦帘密度 里面焦帘密度可以长头 所以你一旦知道焦帘密度 你就知道它所有 property 有没有 你就可以算1啦 算g啦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例题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 但是一切的关键就是这个 重点不再被公设 重点要知道整个焦帘 它焦帘跟一般高分子 到底哪里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高分子就是 最重要就是分子量 那焦帘高分子呢 它就是所谓的这个焦帘密度 但是焦帘密度 其实是跟分子量有关系的 它就是整体 除以那个critical的分子量 所以它是有关系 就是焦帘的密度 好 那我们目前讲到现在 所以一颗橡皮筋呢 我们都是讲 它是一个完美的这个三维 所以焦帘密度 但是焦帘密度呢 它实际上这个整个结构呢 会有一些defect 就是一些这个缺陷 就是没有很完美的地方呢 我们有时候是 在理论计算是忽略考虑的 忽略考虑的 举例来讲 看到这里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诡异的 这个焦帘形状 可是你可以看出 有非常多的缺陷 非常多的缺陷 例如哪里 最明显就是这个 这个小吊环 还有两个 一个叫做inactive ring 或是loops 就像这个小圈圈 因为它并没有去连到别人那里去嘛 所以它这个有点浪费 所以它这个计算的时候 就没有把这个count进去 我们就是假设它是很完美的这个junction 所以它说 where the two ends connect to the same crosslink junction 就绕回来原来这个地方 然后我现在补充一下 我们其实有个领域 然后这几年还蛮有趣 很多人在研究 但是早期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这可以做 就是我们全部的高分 只有一条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尤其日本人做蛮多的 他们就研究什么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 高分子圈起来的 这就有意思了 就circular 后来轻易的做出来以后呢 他们在干嘛 诶 做了一圈以后 我可不可以做 咚咚 做第二圈这样 就套进去这样 然后还可以做奥运五环 这个很厉害 全部都做完了 然后还可以做这个 一圈里面有没有 有两个的 这个janus的ring 就是双边的这个ring 不过这个有很多的技巧在合成上 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ring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边边 channus 你可以想象 大概可以知道一下 像这种 像这种边边 它就是有没有 跑一跑去不太受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它应该基本上是对这个 整体的交流的密度 是比较不利的 它就是那个边边嘛 容易动来动去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基本上 对这个stress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负面的影响 正常的叫做A 叫做active 就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比较有用的 第二种呢 叫做loop 三种呢 叫做dangling chain end 有没有 就晃来晃去的这种 就跟各位的这个 平常在实验室的样子 是一样的 很多人是叫做active member 有没有 有在做事的 有些呢 是loop 自己不知道在干嘛 有些是等毕业的 dangling 有没有 晃来晃去 尤其刚口试完的时候 就会出于这种状态 对整体实验室的 modulus 是这种 不过这个东西 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什么 就这个公式 就是如果我们有 defect的时候呢 有没有 这些defect都会干嘛 其实它是会 decrease the retractive stress 其实它对整体的这个 因为它没有一个 可以就是 挡住它的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叫做 decrease 就是defect 那公式呢 我们有个很简单的公式 叫做这个 this equation is to use the correct dangling ends dangling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摇摇晃晃 挂着一个东西 摇来摇去 那么就有什么 gling 都是那种摇摇晃晃 晃来晃去 所以公式就在这里 那我就 那个r 那个我就不写了 所以sigma 就等于什么 nrt 我们还是n 还是写出来 就在原来最重要的这个东西 那它有个关键字在后面 然后呢 后面就不写了 关键字在哪里呢 就在中间这里 这叫做 1-m分之2mc 诶 这个2到底是哪里来的 那我们就来画一个简单的 譬如说 这是一个高分子链 然后呢 它上下其实都是那个 连得非常好的 那mc 那mc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平均啊 它每一段的这个长度 譬如说这是多少 这个叫做 一段叫做mc 所以它主要就是在扣这个 我这个主要这条分子链呢 长是100k 10万 然后呢 每一小段呢 这个大概是2k好了 2000 所以就等于m真正分支 m-2mc 所以观念就是 扣掉末端的这个 所以 所以你看我们定义就是整条 整条多长 譬如说我们说是10万 然后每一条是这个 那通常我们要扣掉两倍 就是这个末端 所以公式呢 其实不算公式 它只是大概你可以知道 我们就是把旁边的都不算 不考虑的意思 那就会算了比较准 或者比较准 那只有什么时候 这个公式稍微要省略呢 就如果这根高分子链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的话呢 它末端这两个就相对于就比较小 也就是这个m 远大于这个2mc的时候 那右边这一项就大概是0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是 原来的这个公式 原来的这个公式 那我们就可以去扣掉一些这个 defect的影响 好 那 接下来呢 又到了我们Flory Flory 我们亲爱的那个Flory 老爷爷又出来了 Flory呢 这次又搭档谁呢 其实不是搭档谁 就是很多工作是他弄的 然后反正每次都 这样才能用 因为Flory是在太多公式 那Flory Huggins Flory Fox 还有Flory Ray呢 Flory也就是说 欸 有一个公式 缺少什么 就是说 我用能 一样用自由能的这个 能量的观点 然后我就去考虑 考虑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之前是说什么 什么叫Flory Huggins Equation 就是一个高分子 我们在一个Solven 我融进去的时候 它的吸热放热的能量是多少 吸热 那会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跟这个开有关系 开就是 Polymer喜不喜欢这个Solven 好 那所以Flory就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欸我可不可以计算 它计算什么 因为这交连高分子可不可以溶解 基本上是不能溶解的 所以因为它交连起来 那如果你遇到很好的Solven 这Polymer会干嘛 叫做肿胀 就肿起来 它并不会溶解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Swell Swell 叫Swell Swell叫做肿胀 那被Swell了 我们这个字叫什么 叫Swollen S W O L E N 就是肿胀的 Swell 就是动词跟Swollen 所以它可以预测什么 预测我一个高分子 遇到什么Solven的时候呢 它可以肿胀多少 比例 对 蠻厉害的 譬如说你可以想像一个 这个Polymer 那如果交连密度很高的时候 那Solven就很不容易去肿胀它 那如果很低的时候很像液体 就很容易肿胀 所以它肿胀的程度就是可以去预测 那就是Flori做的事情 Flori-Reyner equation Flori-Reyner equation 那么来看一下 所以呢这个主要是一个Flori 所以这两个人跟Reyner呢 他们主要发展出来就是Swelling的这个Theory 在平衡状态的时候 那可以干嘛呢 干嘛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Polymer 然后呢就是一个网状的时候呢 它在小分子的情况下 小分子也就是Solven 譬如说在Solven的时候 那高分子就会 譬如说高分子很喜欢这个 你可以想像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很不喜欢这个Solven的时候 它就会缩在一起 很喜欢这个Solven的时候 它就会肿大 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系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记不记 我们之前在讲溶解度参数的时候 如果是焦链的高分子 譬如说一个橡皮筋 我怎么样找到跟这个橡皮筋很像的这个Solven呢 我们就去把它放在不同的Solven里面去 如果有个Solven呢 它完全不肿胀 就代表这个Solven的溶解度参数 跟它离很远 那如果有一个Solven呢 可以把这个高分子的橡皮筋总到最大 那它就是最好的Solven 就是说我们这个Solven 跟这个橡皮筋的溶解度参数最大的时候 最大的时候 那现在就是给你一个实际的这个值 就在这里 看似复杂 看似复杂 但是事实上呢 很复杂 看似上还好 那关键在哪里 首先大家先看清楚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在N 一切都在N 就是我泡在不同Solven的时候 然后它会总上多少 关键都在这个N 所以一个关键在N 其他的是比较其他的这个小参数 譬如说我一个Solven 总多大的时候呢 volume fraction 就是从这个V2来看断 V2叫做 the volume fraction of polymer in the swollen mass 假设有个polymer 是个橡皮筋好了 譬如它是5立方公分 OK 后来总大了 变成20立方公分 所以总大的时候 所以V2是多少 总了4.8倍 就把它相除就對了 所以5会要变成20的时候 就把它相除 最后你的高分子占到原来的体积是吧 所以它就是V2 V2 因为你总体整的总的体积是20 那里面就是polymer 所以我们就说总了多少其实就是这个V2 那因为V2出现很多次 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定值 就是这个Solven的木偶体积 所以V1不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开 开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polymer喜不喜欢这个Solven polymer喜不喜欢这个Solven 所以我们之前有说这个polymer越喜欢这个Solven 开越小 开越小 越不喜欢这个Solven 就开越大 比如说呢 开越小 就开越大 所以开越小呢 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比较小的呢 它可能有可能就是一个betaSolven 比较好的Solven 我也不能讲说是goodSolven 对 不过我们并没有用这个字 我只是举例一下 那什么叫开越比较大的话就是这个 它们的溶解度参数差越多 就是Solvability parameter 差越大 然后越好的Solven 就叫做我们之前的这个 U-B-I-L-I-T-Y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我怎么样去测一个像美金的溶解度参数啊 我可以如果是胶帘的话 我可以 可以放进不同的Solven里面去嘛 然后总的越大 它叫做那个 那其实基本上 它背后的东西就是跟这个公式有关系 只是我们那时候就说 诶 这个溶解度越接近啊 它就是这个 不过这个只是大概写一下 大概写一下 因为最这个刚刚好的时候 融解度参数的时候 所以就大概有个观念就是 开就是这个Polymer喜不喜欢这个Solven 它越讨厌这Solven呢 开就越大 越喜欢呢开就越小 但是一切这整个公式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有一个 这个Polymer 我只要知道它的N 我知道它知道焦链密度 我就可以知道我 譬如说我今天放Torium进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它可以总大几倍 全部都是可以预测的 它就没有别的参数 再讲一次 譬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橡皮精 然后我假设我知道它的焦链密度了 我就可以知道它在Torium里面 它这个东西会总几倍 它在Hexane的时候它会总几倍 它在这个Crowform的时候它会总几倍 全部都是可以预测的 所以这就是它这个公式的意义 它其实重要的参数不多 最主要就是Ki跟这个N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N非常关键 那在这个公式里面呢 其实它也一样之前也是用这个 跟那个Free Energy 就是用Enthropy跟Enthropy 这个来导出来的 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下 等一下前面这一页这个公式 所以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下自由能的话 首先我有一条橡皮筋 我今天把一个橡皮筋 对不对 之前喔 拉长 这乱度是变大还是变小 变小 变小 本来它是一个高萱 现在可以动来动去很多东西 拉长以后它就没有太多的方式可以移动 那这是我们把它拉长的时候 那我泡在一个Soven的时候 它的乱度是变大还是变小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首先你想一个橡皮筋 对不对 先考虑它乱度 我把polymer呢 放在一个Soven里面 所以两个东西混合了 所以这种东西来考虑乱度 应该是变大还是变小 变大 对就是因为不同的材料 这是材料的本身 但是呢 当我把它肿胀的时候 它就有一点点像拉伸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这种层面来考虑 所以它的乱度是变大还是变小 变小 对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就是两个重点 就是 这整个公式里面跟橡皮筋在swirling的时候呢 它其实乱度呢 有两个层面需要来考虑 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把polymer跟Soven混在一起 本来是一种材料 变成两种材料 所以它的乱度是增加的 增加的 所以它的自由能应该 就是这一项是会使自由能小于0 就是它会favor 因为它使乱度变大 我们always想要这个乱度变大 趋向比较稳定能量 所以在 你可以混合polymer跟Soven 所以光想这件事情 polymer 本来只有polymer 你先不想它行动变化 你只想这个polymer里面放了Soven 就两种材料混在一起 乱度是变大的 所以它preferred 但是呢 另外一点呢 因为我们swirling的时候 就有点像把它拉长 拉长它就是 所以它可以可能的变化 可能排列方式就变少了 所以以这一点来考虑的话呢 这个entropy呢 它是变小的 所以它乱度呢 有两个层面可以来考虑 考虑 一个是 因为polymer跟Soven混合造成的这个乱度增加 还有一个是什么 因为它可能排列方式造成的乱度减小 所以是两个层面 两个层面 所以 所以这两个刚好是相反 那另外一个是entropy entropy的部分就是吸热放的 这个不一定要看这个polymer 跟这个Soven之间的这个关系 关键是前两个 你这两个要有点点理解 乱度 自由能 乱度东西越乱越好 所以拉长的时候的乱度就变得 就可以排列的方式就变少了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接下来这个你看 好 这一题就是有点坏心眼的这个 老师出了一个问题啦 polybutacetylene swell 4.8次 在toleum里面 在28度C的时候 所以这个polymer呢 在toleum的时候会总4.8倍 那他问什么 young's modulus是什么 其实不应该问young's modulus 应该问shear modulus 对 应该想点更难 绕15圈之类的 应该可以想一下 那这一题是干嘛 就是所以你看 所以我可以知道总几倍跟toleum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东西我就知道什么 我就可以算出它的什么 算出它的n 大部分东西都在算n crosslink里面 其实并不是要算的 只是要大家知道交连材料里面最重要就是它交连密度 你可以发现它很多的性质都是跟它交连密度有关系的 所以首先我们干嘛 我们可以代入它整个这个公式 先把公式写出来 公式写出来 公式写出来 公式写出来我们就需要一些值 里面值 里面就是v2 v2就是它总胀程度 就刚才这个第三个 就已经极小无比了 v2就是 后来总总 本来是一倍变成总胀4.8倍 所以后来占的比例是20% 20% 就在那个里面 好 那另外其他呢 这个都可以查到 这个莫尔体积是这个0点多 然后这个kai kai这个也可以去查 kai for the polymer 0.39 对 不过这个写的没有很精确 它不叫kai for the polymer 应该是kai for the polymer 跟这个solvent 跟这个solvent 所以你就可以预测出来 所以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所以关键就在这个n n可以决定你总胀的程度 所以 这个就是n n可以决定你这个 所以n它最后问的是什么 问yang's modulus 但是事实上你不只可以问yang's modulus 你也可以问这个shear modulus 等等的嘛 对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题目还算是出了简单 因为你知道n 你知道n就知道一切 我们就可以问说 如果你的什么stress是多少的时候 stress是多少 哇实在是太兼杂 实在太可怕 怎么有这种坏念头 所以你知道n的时候 你看就可以算这个 1等于nr 就可以算出来 3nrt 那你可以 也可以算g嘛 当然这里没有问g嘛 g就是那个3rt 有没有 就可以知道modulus 所以你一个n 可以决定什么 回想一下 就是我东西的stress 跟strain 就是中间的modulus 是多少 或是shear modulus 我戳它的时候 它的形变多少 都是n才决定的 然后我可以任何的solvent 因为我知道solvent进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solvent跟polymer有个开 就polymer 喜不喜欢是solvent 我就可以知道它肿胀程度 所以全部都是可以这个 去结合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上次有稍微讲 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这个 我们拉一个橡皮筋呢 就follow这几条路 这个叫做 一个叫extension ratio 就是拉的比例 那歪轴的就是拉的stress 那比较正常的话呢 是左上角这个 就是这个stress跟strain 它不是线性的 因为我们刚才是有一个alpha 成 减掉alpha平方分之一 通常我们上次有讲的就是 但是有时候线它在这个 比较高拉比例的时候呢 它不太符合它原来的这个 就是因为它在比较高拉伸比例的时候 它会造成部分的这个结晶 所以我们就说 some elastom它crystallized 什么叫crystallized 就是它分子 因为你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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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你故意使它分子链拉得很近 它就有部分造成它规则排列 它就结晶起来 结晶就是规则的这个排列 有时候你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后来的时候 非常难拉的时候 那个力要非常大 就是因为它有时候是因为 就叫做strain strain造成了这个结晶 就是你拉伸过大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结晶的这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呢 有时候是个好处 有时候是个好处 例如我们在这个轮胎上面 这种现象呢 现象特别是在轮胎的什么呢 叫做这个wear mechanics wear就是这个磨损 这个磨损 就是我们轮胎不是一直弄弄弄弄 它就一直消耗掉嘛 就是因为我们轮胎呢 通常上面会有个这个嘛 然后会有个胎纹 然后这个磨损 通常你这个表面 轮胎会一直磨磨磨磨磨磨磨 然后就磨损 然后最后这个 它就没有这个抓地力摩擦力 所以就是会不太好 但是呢 什么事情可以造成这个 轮胎在高速的时候呢 其实轮胎在高速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像它这个 有时候会有这个 很大的这个strain 所以有时候会干嘛 就造成这个表面的这个 这个结晶的现象 所以使它比较不容易磨损 因为它结晶的话这个性质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一般来讲 in contact with the road 马路上的时候呢 这些这个thread 就上面的这个胎纹呢 就是会慢慢的叫tear off 就是慢慢的脱落 脱落 tear就跟眼泪那个字一样 但是你在高速开车的时候 就是开的时候 轮胎它有大的这个伸缩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有一点 如果你有结晶的现象呢 就是你在这个被压的时候呢 它就造成它的分子链有部分结晶 所以它能力就变 这个就变得更强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叫self reinforcing的这个现象 那如果当你没有这个力的时候呢 the strain release 当你没有这个拉伸的时候呢 它也就不结晶了 不结晶了 所以又恢复原来的状态 所以这个特性呢 有时候呢 还满不错 还满不错 大家还没有想到什么东西 是跟那个橡胶非常有关系的啊 就是小气球 气球 大家知道气球是长什么样子 考考大家 所以举例来讲 气球一般的气球大概长什么样子 就吹之前喔 我这样会花太大 吹之后 吹之后通常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它绑起来嘛 对不对 那吹之前呢 这个气球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气球应该要怎么做 气球有很大的学问 你不要看它只要是气球 气球难的地方在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 就你自己把它 把这里放掉它有那种 稍微下面有点 有一圈卷起来的感觉在这里 我帮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基本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呢 我有一锅 大概是这位胶帘的材料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泡进去 然后再拿起来 OK 那所以气球就会变成这个形状 所以它的原理呢 有勉强 勉强能算这样 就是 比如说有个金属的东西 类似像这样这样子 OK 然后我去泡 泡起来以后呢 这气球不就会黏到旁边去吗 对 但你这样怎么把它拔起来 冷掉就可以拔起来 也有道理 可你不就很难拔吗 因为它中间比较肥大 你知道吗 因为它中间它 你知道吗 套住了 所以一个问题在这里 这中间这么肥大 你怎么把它拔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通常这里你会看到有那种 就是它的底部你会看到气球下面是卷起来的 有没有 卷起来怎么弄 有没有想过 气球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那就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 假设是这样子做的话 它这旁边有个小滚轮 有没有 就是在下面 你通常看到气球你玩起来的时候 上面都有点小卷起来的东西 有没有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东西怎么脱离 脱离它的本身 它的本身 那我们现在来稍微看一下这个简介影片 那你要看一下里面的技术 技术的层面的地方 有个地方 就等一下气球怎么做 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自备的过程 这个过程 然后中间它有几个是 泡热水 还有里面在泡干 然后泡干 它里面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单字 就是让这个叫什么什么process 叫做vulcanization 就我们之前当然一开始说 比如说这个哥伦布不是发现那个吗 后来那个固特翼 有没有 固特翼轮胎的时候 他就要加流嘛 加流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字叫什么 叫vulcanization vulcanization我们叫做流化 其实是把它焦帘化 所以它里面呢 讲了两三次这个字眼 所以把它泡到热水的时候 同时也完成了焦帘化 后来还是把那个蒸干 有没有 就是这个所以它可以控制 它整体的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这个balloon的这个自备 自备 非常的trick 尤其是那个 你本来想说拔解 拔解应该有没有 尤其一开始这个 一圈一圈 每一个人在手 这样一直弄弄弄弄弄弄 弄到什么时候 对啊弄到什么时候 另外还要拔起来 拔起来应该很难拔嘛 就是那个smile 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对 我唯一最意外就是最后一张 我本来以为他们是要测试 那个会不会破 所以一直把它冲到薄 砰破掉这样 我们实际其实可以玩这个游戏 那明年好了 就我们要问高分子问题 然后一个人一个人上来 然后一个气球一直吹 接下来是最后一 最后一个小部分 叫elastoma in current use 那这个呢 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概念就可以 就是目前呢 这个橡胶啦 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 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稍微看过一下就可以啦 那 第一个是这个 一般现在的橡胶呢 通常就是很多都是属于 有这种dying type 什么叫dying呢 就是里面有两个那个double bound 哦对我最近发现我人生 跟polystyrene有很重要的关系 我一直不知道 只有我昨天才发现 因为我最近对那个 我们的龟壳胸很有兴趣 所以我最近那个 花了很长时间再查一下它 叫polystyrene P-O-L-Y-S-T-Y-R-E-N-E 它呢其实是在18多多年就发现了 这个 polystyrene 然后你看一下它的history 有没有 Polystyrene discovered by Agro-Simon 这我以前都知道了 然后呢 他后来真正被重复 还有被一个叫做 German Chemist 这个人 那我把这里放大一下 这个人叫做什么 叫做August Von Hoffman 所以他是一个polystyrene 非常重要的人物 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 非常的眼熟 但是我后来一直不确定 我后来总算认真查 我总算查到原因呢 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 我实验室网页的有一个地方呢 我有把我这个family tree弄起来 就是什么叫family tree 就是 这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以前的 我的master老板 跟我的PhD老板 跟我post大老板 这其实我几年前就做好了 然后我几年前就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最右边是我博士后的老板 叫Paul Barbara 他是一个科学院院士 那右边这个 他的博士班老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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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刚好是同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叫做August Von Hoffman 然后我才 我就想说难怪我觉得他这么这个眼熟这样 反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你们的这个 他有网站可以查的 就是你的那个叫做Academia那个Tree Tree 学术的这个 对 然后 对啊 蛮有趣的 对 所以我发现 哎难怪我每次看到这个Polystyrene的时候我就有一股亲切感 什么叫一分钟就做完 对我学生就一分钟就做完了 就在我下面联谊跟你们就好了 好 这也太偷懒了 也有道理 对 对 那个 乐趣无穷 乐趣无穷 我这个weekend在干嘛 我这个weekend呢就是 我建议各位同学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网路上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什么叫有趣的东西 就是 你可能会google一个字眼嘛 像我最近在查那个地点 就是给婴儿用安全的地点 然后现在都是韩国人是世界第一 所以我就想说那个成分是什么 然后那成分查一查 查一查 查 查 查到我很久 你可以把所有的相关领域都查一查 对 而且我还很认真的查 我跟你们讲 就是我后来有点发现台湾学生为什么 这个化学都学不好 局域来讲这个东西叫什么 Benzine對不對 它為什麼叫Benzine 那你如果這個當官人記的時候叫Phenial 為什麼叫Phenial 你不覺得我們台灣學生都是亂記嗎 對不對 然後兩個的時候有沒有 Nafacillin 然後三個的時候Anthoracin 你不覺得這個 我覺得我們難怪大家一開始都非常抗拒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有 有它的由來的 那很多都是從那個樹的名字出來的 舉例來講 這個Benzine它一開始是他們以前用來做那個燈油的時候 那個燈油他們把它燒一燒 就是它是可以發光的燈油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那個上面燒一燒以後 它會有一些液體的成績 他們把它萃取出來 這裡面的東西就是Benzine 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所以它是跟燈油關係的 所以他們才會有人就說 要命名叫做叫什麼Phenium還是什麼東西的 就是跟光有關係 因為Photo PH都跟光有關係 那最後大家沒有用 但是後來這個Phenial就是這樣來的 那另外有個樹叫什麼Benzioin 然後就是跟 反正它都跟歷史有點關係 那我們大部分一開始在學有機化學的時候 你看就全部都要背 你不覺得很可憐嗎 Semnaphacillin Semnaphacillin 這種我從來這個每次都會 反正你考一次記得一次 然後 然後 所以 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相關的 你就會把它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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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 串到很多的這個東西 打印是最常見的這個橡膠 然後一開始天然橡膠 就是我們在哥倫布一開始發生那個樹上的 就 千兩項就叫polyisoprene 就這東西 然後呢 它 打印的話通常有分成sys跟trans 這兩種形態 對 然後sys是 譬如說像這邊 我畫一下sys跟trans 所以哪一個這個應該結晶度會比較好啊 一個叫做trans的 一個叫做sys 分子鏈就一直連上去 因為我沒有把整個鏈 鏈弄完 所以我們答案已經寫在這裡 trans的話你可以想像它這樣子 然後這樣一直連過來的時候有沒有 所以它分子一直是幹嘛 比較像線性的 那sys的話會幹嘛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一直在彎的感覺 所以它的整個結構呢 它就排列起來就不好排 那trans的話它比較像 你可以想像一下它就比較剛硬 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就是像trans這樣下去 sys的話就一直彎一直彎一直彎 所以一般來講呢 我們說sys它就比較難packing的好 所以它的tg比較低 它很容易就亂動 因為它很難排得很好 因為它就一直彎來彎去 什麼叫做sys的polymer sys的polymer就是你主鍊的時候是在同一邊 所以就一直彎彎彎彎彎過去 就是這個主鍊在同一邊 同一邊 那trans的話就是主鍊在不同邊 一直拉過去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這邊畫一個這個 就叫做trans sys的話就彎來彎去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呢 trans的話它的結晶度比較高 然後呢就特性會比較好 所以就分成sys跟trans 所以它們結構就算很像的話 一般都會分成這兩種 兩種來考慮 這也是一些簡單的這個 反正這一張只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比較常見的elastomer的這個結構 然後另外有一種叫做polyacrylate 也是類似這樣 像pmma的結構就是這個 然後呢有一種叫做 比較特殊的叫做thermoplastic elastomer 這是名詞介紹 它們基本上呢是叫做熱塑型的這個橡膠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的這個裡面的膠連點 它我們一般講的都是化學性膠連 化學性膠連 不過呢它這個thermoplastic elastomer就是物理性的膠連 物理性的膠連 就是這個呢它基本上不是用共駕鍵 不是用共駕鍵形成的 不是用共駕鍵形成的 所以它就說physical cross-link就是non-covenant bound 非共駕的這個間接 that is stable under one condition but not on another 所以你可能有時候它就會存在這個物理性的膠連 那有時候呢它就會不見 所以呢這個thermoplastic elastomer 就是你可以隨著控制溫度去控制它 有時候是膠連有時候不是這個膠連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它在室溫的時候 ambient condition就是室溫環境的時候呢 它是膠連的 那你加溫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不是膠連的樣子 but as linear polymer 所以就是代表它在高溫的時候 它的這個物理性的這個膠連就被破壞了 所以它就很像這個液體的高分子 所以我們才叫做thermoplastic thermoplastic 就是加熱以後它很像那個就是軟掉了 軟掉了 那為什麼還給它elastomer呢 因為它在室溫的時候呢 它有一點點物理性的膠連 所以這就是比較特殊的橡膠 叫做thermoplastic 加熱以後它的那個物理膠連就不見了 不見了 那這個也在蠻多這個應用上可以用得到 另外有一個這個小弟弟 小弟弟叫做inogenic 就是無機物也有 譬如說這個是很有名的這個叫做PDMS PDMS 非常常用 尤其現在在這個生物啦 生物科技等等裡面 你們常常會聽到很多什麼 microfluid的微流道 很多都是用這個東西在做 叫做PDMS Polydymethylsiloxane 所以這個結構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有沒有 旁邊就是短短的兩根 然後這個 細氧件 所以它這個非常容易轉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所以很容易動來動去說它TG幹嘛 就非常的低 所以呢這個就是它有一個 has the lowest known TG 目前是所知的TG最低的 就是負130度C 它TG非常的低 因為它很軟 很容易開始動 所以你一般看它的它就是軟軟的 然後呢 一般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它這個交連起來 它就變成silicon robber silicon robber 那有時候你們的這個鍵盤上 有些人會有裝那個silicon robber 就是一些 或是早期的那個 有些墊子 會用那個silicon robber silicon robber 所以它們有時候會當作什麼 A common application of this elastom is a caulking material 就是你用來塞東西 因為它有足夠的軟性 足夠的這個 什麼叫軟性 就比較軟就對了 好 然後它一般的話 再碰到空氣裡面 就會有交連的特性 就形成三圍的網狀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呢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結構 像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常見的 叫無機物的這個elastomer 這個叫做一個 叫做polyphosphazine polyphosphazine 這裡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它通常會有這個什麼 這種 通常這種東西很重視它的這個 不可燃性 不可燃性 那可不可燃很多現在 之前的策略都是加乳素 乳素 就是你的結構裡面有點乳素的話 它的這個不可燃性會比較高 這也是他們的這個 可以想的一件事情 那一般的這個天然橡膠裡面呢 我們會在裡面呢 加一些小東西 小東西 例如最有名的就是輪胎 輪胎 所以呢就是 我們會加一點增強它的這個強度 強度 就叫reinforcing filler reinforcing filler 所以一般的天然橡膠 我們就講說它會 它會幹嘛 自我增強 self reinforcement 自我增強 因為它會幹嘛 它這個 拉伸的時候它會自己結晶 自己結晶這樣子 它會有這個現象 然後我們等一下下一頁寫得比較清楚 那一般我們用來加很多東西 像是這個炭黑 carbon black 等等 然後silica都可以增強這個 它們很多的這個現象 就可以增強這個 我們的橡膠的強度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加一些小東西 所以this reinforcing filler with dimension of around 100到200nm 就10到20奈米 它主要是可以在高分子鏈呢 形成這個物理或是化學性的交連棒 所以可以增加它們的tensile strength theal strength 等等的modules 等等的特性 那關鍵來了 那基本上的意義 因為在這裡沒有寫很清楚 就是說這些我們加了這些 reinforcement的這個filler filler就是這個黑黑的這個東西 就很像那種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是暫時的 就是有點像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物理交連點 這樣子 所以可以暫時避免 突然你有力量來增加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整個閃掉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暫時的就是阻擋它這個 分子鏈瘋狂的這個動來動去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最後在力量回復的時候 它就可以回來原來的這個形狀 所以你可以 不過它主要關鍵就是有點像是一個 暫時的這個物理物理的一個交連點 就可以卡在中間這樣子 所以沒有辦法一個力出來的時候 它整個就閃掉 所以很多我們就是加這種叫做 reinforce filler 那像一般的這個輪胎裡面呢 我們會加雜漆雜漫的東西 那剛才講的filler就是在這個 一般加到這個就是當作 reinforcing的這個filler 這個elastomer在低溫的時候 它就會過了TG 所以它是一個硬的 它既然是交連的 它是硬的 那硬的就是什麼呢 所以它就不會動了 不會動就有個形狀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1980年的時候 那這是一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新聞 那就是之前的這個挑戰者號的這個太空說的意外事件 那主因就是跟我們這個 他們叫做orin orin有關係 後來這是罹難的這個太空人員 但是後來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組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然後後來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叫Richard Feynman 他是整個委員會的其中一個就是科學家的代表 反正他們查了蠻久 後來他有在開新聞記者會有講 所以你等一下會 我等一下會暫停一下 所以他們會講說 為什麼太空說後來會爆炸 那是因為後來有漏油 反正等一下影片你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他漏油的那個地方 後來就調查了蠻久 那主要就是代表就是這個Richard Feynman 他有一本他出了蠻多書的 就是別鬧了菲曼先生的那個作者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他出了最有名 就是Sure You Are Joking的那個 然後他有一本書 專門講他調查這個 整個案件的這個過程 專門講 然後他等一下會講說 那他就是整個在那個 最後公開的記者會上就講說 他覺得原因應該是什麼 為什麼那個太空說 會突然爆炸的原因 你們等一下仔細聽一下 所以Richard Feynman剛剛就解釋一個原因 就是說其中最常用的字就是這個Seal Seal就是這個封 封住的這個東西 那其實就是這個Oring Oring 因為主要是形狀的關係 我們有時候就要做這個東西叫Oring 有沒有 就這個線圈 所以它那個東西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本來有一個油的Tank 所以要鎖緊鎖緊鎖緊 所以中間有個Oring 會卡住有沒有 所以它有個彈性 那你鎖緊的時候它就說幹嘛 所以它剛才做一個實驗就是 譬如說它把它這個橡皮筋 鎖成這個八字型 譬如說 然後你把它或是當個Oring 然後你放一個冰水裡面有沒有 弄回來的時候 照理它應該會弄回來的 可是那時候它就是 它就沒有弄回來 所以它叫Residence 就是它沒有變回原來的形狀 那就因為太冷了 基本上就是這個比它的這個TG點 還要這個低了 就瞬間 那當然那個壓也有點關係 就是那個在低溫的時候 又跟它壓住 反正它就瞬間在那幾秒鐘裡面 它沒有辦法恢復原來的形狀 所以這就開始漏了 不然的話我們本來那個橡皮 就利用它的彈性門 一直可以鎖很緊嘛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你在太空的時候 它不是很強的震動嗎 對 所以你不小心動了一下的時候 其實那個你的這個Oring 可以Fit裡面的形狀 它動來動去 可是如果你一旦高溫的時候 低溫它就一旦 譬如說你機器 動了一下晃了一下有沒有 它那個突然有個動的時候 它那個Oring 就沒有辦法Fit那個形狀 所以你就會漏那個燃料出來 所以一下就爆炸 所以就是後來的這個 後來調查的這個原因 一切就是跟這個Oring 就是我們這個材料有關係 就是主要的這個 調查的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個東西還滿有一點科學性在裡面 不過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那個 Richard Feynman 的這個書 做法 裡面的部分 感谢观看